能够有缘分见到佛像如同见佛 会让我们的身心沉淀 升起学佛的心 步上成佛之道 见佛像如见佛 有佛像在的地方 就是代表佛跟菩萨的所在 以提醒我们进入佛堂 及进入庄严道场 在这边要将自己的身心沉淀 以诸佛菩萨为典范 升起恭敬心跟勇猛心 发起学佛行菩萨道的大愿 为这些堅固 我们就知道 偶尔末法的时代 有这么多荷原 因为我家乡本身 还是一个很爱幸福 我的佛像 慢慢地买 又有感到很大的感冥 因为这个记得重厌的佛像 让人们可以沉淀 因为究竟我们人的路径 相对的敏感度的心 就是爱 不可以说天安通就摆地 天安通摆地 所以这个见解脱 和耳根的文解脱 在我们的路径来说 是很重要 那末法的众生 他的悔金 他的善根 也是无理解脱 理尽佛像 借由佛菩萨的护佑 坚定学佛的信心 看见慈悲的容颜 犹如佛菩萨 清零教化 礼拜诸佛菩萨 礼拜自身的佛性 提醒自己 要精进 学习诸佛菩萨的精神 找日不上 成佛之道 史房新闻 贵文曲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